今天再讲一个关于痛风的药物 关于痛风的药物 前一阵 为什么想想 前几前一阵 前几前 我有一个哥们 犯了痛风 为什么犯痛风呢 喜欢吃牛肉火锅 连着吃了两个星期 每天吃 然后嘴饮食过 但是造成了后果 犯了痛风 所以说 我说你吃什么药 他说他就信草药 他吃草药 我说痛风的药就得几种 就得几种 一般来讲 你吃止痛药 还再加上一些 去尿酸的 uric acid 这种药 应该加起来 我不说 就是非处方的止痛药 处方药 应该是四种 是modal therapy 或者combination 应该是四个左右 差不多 好像又出来一个新的 五个也许 五六个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并不多 其中特别常用的 有两个叫 alempironol 还有一个叫 Fiboxelstai 以前叫 uloric 前一阵是brand name 现在仿制药已经出来了 所以说 大家可以买到仿制药 相对来讲 比uloric brand name 要便宜一点 这个警告 是blackbox warning 我以前说过 blackbox warning 是非常重要的 FDA发布的 一个重要警告 一般都是 非同 会致命的 这个 其实是 2018年和 19年左右出来的 我很久以前 做过一个视频 关于今天 再拿出来说一说 根据我们哥们的问题 一般来讲 alepironol和 Fiboxelstai uloric 都是可以降低 你的uloric acid 尿酸的 体内的尿酸的 这个含量 大家知道 这痛风 其实有一个特点是 你尿酸高 不见得有痛风 不见得有痛风 有人 就是没有痛风 他尿酸也高 但是呢 如果你有痛风的话 你的尿酸含量一定高 这两种药 其实就是说 是降低尿酸的 还有一种药 是这个 如果你有gout的话 你有gout 就是这个痛风的话 他会减低你的gout flaring 就是说 你不是 要发起来了 对吧 flaring 他那种药 叫cochicin cochicin 那种药 它其实是处方药 是止痛 可以降 消肿的这种药 它好像对降尿酸 没有直接的作用 但是alepironol和 肥巴克斯斯带 它是有降尿酸的作用 所以说呢 它那两种药呢 主要是 预防 可以预防 这个痛风 或者呢 可以说把这个 因为尿酸 它不是一天两天 能降下来的 你要吃几天 才能慢慢的降下来 对吧 你在同时服用 这个止痛的药 可以说把你这个 疗程缩短 让你的痛风 消除的快一点 它是这么一个意思 这个主要的 出来的这个 这个black box 就是什么呢 警告的 就是说 这alepironol这种药 会如果你有心血管 疾病的话 会对你这个心脏 造成这个影响 有时候会致命 已经有通报了 通报了 就是说有很多病人 有死亡的病例 这也是一个 跟踪的调查 我以前说过 美国这边呢 药一直在跟踪 这个alepironol 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在被FDA批准的 1960几年好像是 这已经四五十年的药了 到现在 这个到2019年 18年 才加上这一条 就是这个 black box warning 这个警告 所以说可以看出来 这边的这个 药监局 这边的这个 还是 还是比较负责任 是吧 所以说呢 如果你有心血管 疾病的话 就是尽量 避免服用这个 alepironol 后来 在这之后 alepironol之后 还有一种药 就是它 之后又发出来 一个警告 对什么 就是对的 uloric 就对 fiboxoside fiboxoside 也发出了 同样的警告 这两种药的关系 刚才没有说 其实是什么 一个关系呢 如果你肾不好 如果你肾不好的话 你不能服用 alepironol 对肾脏 有不好的人 alepironol 一般 不能服用 不能服用 所以说呢 它的选择 就是uloric 就是fiboxoside 所以说呢 一般的人 所有人 如果你没有什么症核的疾病 第一个 first choice 所有人的第一个选择 就是alepironol alepironol 然后如果alepironol 就是 疗效不好的话 你可以改成 这个fiboxoside uloric 因为有这个 这个数据表明 fiboxoside 因为会 有效 会 有效率会高一点 比这个alepironol alepironol 这是一点 所以说呢 这两种是这么一个关系 对肾脏 有问题的病人 首选 是fiboxoside uloric 对一般人来讲 没有任何问题来讲 the first option isalepironol 如果alepironol 疗效不好 然后第二个选择 才是这个fiboxoside 这两个是这么个选择 是这么个选择关系 保险公司 其实是 又说到这个 美国的保险公司的问题 如果你 如果你 医生给你开的药 第一选择 第一选择 如果是这个fiboxoside uloric的话 如果这个要需要 这个prior authorization的话 他会问你 你有没有服用过 这个alepironol 或者你有这个concredication 你适当有问题什么的 不能服用这个alepironol 所以说呢 alepironol永远是 first choice first option 后来呢 2019年随后 在这个alepironol的blocksbox 发布以后 发布以后 又出来一个FDA 说这个fiboxoside 对心脏心血管 有这个疾病的人 也尽量要避免服用 也尽量的避免要服用 所以说呢 这两种药 现在降尿酸的 这两种药 都对这个心血管病人 有这个 会有致命的问题 会有致命的问题 所以说呢 如果你有这个 这些相关的心血管方面的 心脏的问题 如果你要有痛风的话 一定要这个跟医生 说出这个问题所在 如果你有这个 任何的问题 一定要和这个医生 所沟通一下 沟通一下 看看没中药 是你的最佳的选择 尽量避免 我还是说 利大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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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我没有任何选择 我要除尿酸 我现在只能用这个 我肾有一个问题 我只能用这个 Fiboxoside 就是Uloric 我没有选择 所以说你可以用 但是呢 如果你有不适的话 是什么心痛 是你感觉到 这个问题从来没有 但是我一服的药 感觉到我们 这个心脏这些 或者相关的 有些不舒服的感觉 一定要告诉你医生 或者停药 然后医生问 是不是要停药 所以说呢 你知道的点在哪里 注意 自己多注意一下 因为好很多的医生 没有工夫 跟你讲这些 太多的 太多的这个 零七八岁的东西里面 因为大家都很忙 对吧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药剂师的职责 就是说 给你咨询 可以给你一些相关的 多的 尽量 仔细的 detailed information 尤其是像这种 Blox Basque 新加进去 所以说呢 让大家注意一下 逢年过节 现在节也差不多过完了 大吃大喝 这个中风和大吃大喝 是这个紧密相连的 对吧 所以说呢 大吃大喝的时候 一过节 又来了 还会有 所以说 如果你有痛风的这个问题 或者你有心细管方面的疾病 当那个 你需要这种药的时候呢 一定要多加注意 留个心 留个心眼 这个没有任何的坏处 好 好